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 等数圆周运动 范例2 这是一个典型的锥动摆 如图所示的装置 就是锥动摆或圆锥摆 若摆长为L 摆锤质量为M 当摆锤在水平面上做等数圆周运动时 细线与悬挂点的中锤线 保持固定的角度θ 重力加速度为G 不计实力摆绳质量与各种阻力 那去求这个圆周运动的半径 还有向心力等等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可以直接看动画 我们的这个动画 这个动画其实就是在讲圆锥摆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它移一下 这个用手机应该也是可以操作的 各位可以自己去Google Classroom 5-1的部分找这个连结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它其实绕的圆呢 它的圆心并不是绳子绑的端点 并不是最上面那个点 是作为圆形 而是底下这个黄色圈圈的圆形 才是它真正绕圆的圆形 那所以它的圆的半径其实也不是 这条绳子的绳长 圆的半径并不是绳子的绳长 而是应该是绳子的长度它投影下来平面 投影下来平面才是 才是它的圆周运动的半径 要怎么退出全屏幕 好那因为这个会吃一些电脑资源 所以我们就把它关掉 好那我们回到这一题来 所以我们其实就知道说 如果这个角度是θ的话 那题目给的一些资讯是 L还有小N以及θ和g 那我们要怎么用这些来代表这个大R呢 其实可以用三角函数来看出来 大R其实就是 大R其实就是L在平面上的投影嘛 大R就是摆长L之投影 那今天θ在上面 所以其实大R就是Lsinθ 这个就是第一小题了 那今天它其实不是只有绳子的长度被投影 它其实连它的张力也被投影了 本来这个张力应该是 沿着绳子 其实张力就是沿着绳子啊 不过我们现在要绕圆的话 我们只看指向圆星的分量 指向圆星的分量其实是这一段 我们用蓝色化的这段 这段才是它真正的指向圆星的力 也就是向心力 所以参考这张图的话 也就是说张力和向心力之间呢 有一个三角函数之间的关系 所以T的sinθ 其实就会等于FC 这是第一个条件 那另外一个条件是 它其实有受到重力的 它有受到重力往下 往下把它往下拉 可是它却没有往下掉 这个小M却没有往下掉 它并没有受到MG重力往下掉 那它的原因就是 我们的张力有另外一个分量 刚刚张力的水平分量 就作为它的向心力 而现在张力它的千值分量 就作为 抵消重力的那个力 这个是张力的千值分量 这个的话是T的cosθ T的cosθ 就是这段嘛 这段就是T的cosθ 那它同时 就是抵消了重力 Tcosθ等于小MG 我们用中文写清楚一点好了 张力水平分量作为向心力 然后另外一个条件则是 张力之千值分量 这样抵消重力 这样它才不会被重力往下拉 才会留在原来的高度 那这两个其实就可以相除 这个我们叫第二个条件 然后我们用第一去除上第二 你就可以得到第二小题的答案了 第一除上第二 如果Tsinθ除上Tcosθ 你会得到Tgθ 而右边则是FC除上MG 所以第二小题的第一小格 它要的是向心力的大小 那也就是MGTgθ 然后向心加速度呢 向心加速度就是 质量乘余 向心加速度就是只有 直接由我们的向心力来算嘛 直接我们的向心力 跟向心加速度就差了一个质量而已 所以我们这样一去比较呢 你就可以发现 向心加速度 其实就是Gtgθ 这个部分可以记一下 像这种圆锥摆的题目 向心加速度就是 重力乘上Tgθ 只是要记得它的θ是上面这个哦 而不是下面 不是下面这个 好 所以这是第二小小格 再来第三小格的话 剩下来的就蛮简单 只要带入我们的向心加速度的公式 就可以了 向心加速度是Om2R 那要记得哦 我们刚刚说R是Lsinθ哦 所以这个要换成Lsinθ 那加速度AC呢 向心加速度AC又是 在上一题 我们知道它就是Tgθ 所以变成了Gtgθ 就会等于Om2R sinθ Om2R sinθ 那Om2R sinθ 然后cosθ 去除以sinR sinθ 哦 这边写到反了 这边写到反 不是这样的啊 tangent theta其实是可以写成 tangent theta就是cos分之sine 所以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就发现sin theta是可以消掉的 所以最后 omega就会变成了 是lcos theta分之g再开根号 他只问量值哦 所以就不用管正负 他只问量值 这些都问量值 所以这是第三小题的第一小小题 那再来是第二小小题的话 也是一样很简单 速率就是v等于 omega r 对不对 所以 omega已经知道了 那再次乘以r 还记得r就是lsin theta 所以结果是 把l乘进去变成gl 把sine乘进去会得到一个tangent theta cos分之sine 然后再乘上sin theta 因为sin theta它变成平方嘛 然后一个跟cos theta组合成tangent theta 另外一个保留 最后就变成这样 再来第三小题的第三小题